五国的逃税问题仍然严重 皇家关税局证实 去年有将近一成的公司 没有缴交销售及服务税 导致国家亏损将近一亿五千万零吉 关税局放话准备和移民局合作 禁止不缴税的公司董事局成员 或高层出国 关税局官员召开记者会透露 我国2022年取得535亿四千万零吉的税收 比前年相比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六 相等于110亿三千万零吉 而这些税收增加主要来自销售税 服务税 国内税 进口税以及人头税 关税局放眼今年取得520亿令吉的税收